原标题 以皮匠的身份就跟随曹操了 初平原年 公元一百九十年 东卓废除了汉少帝 改立汉县帝 关东各路组成讨董联军 曹操担任奋武将军 夏侯敦担任杰布司马 跟着曹操到扬州去招兵 之后担任东敦太守 新平原年 公元一百九十四年 曹操因为曹松在徐州被杀害 所以率军争讨逃迁 张鸟与陈公迎吕布入眼州 此时夏侯敦守扑阳 而吕布在攻打卷城 而曹操的家军都在卷城 所以夏侯敦率军前往救援 与吕布军刚好碰到 两军就打了一仗 吕布撤退 改打扑阳 获得了夏侯敦的物资 吕布还派人向夏侯敦投降 趁夏侯敦不备 把夏侯敦给劫持了 将曹军索要物资 曹军大乱 夏侯敦的部将韩昊 指挥曹军 按兵不动 这才将曹军稳定下来 并且声称依国法 不需要考虑夏侯敦的安全 假装要发兵攻击率不均 那些人看劫持夏侯敦也没啥用了 就把夏侯敦给放了 曹操听说这个事情之后 就把韩昊说的定为法令 夏侯敦与群域 成域最后保下了饭气 东哥 真诚三舵城池 但是夏侯敦追击吕布的时候战败 而且还伤了眼睛 所以也叫做盲夏侯 但夏侯敦和孙策一样 也很看重自己的外表 所以每次照镜子的时候 都会气得要死 当时各种天命 粮食缺少 夏侯敦就断水围成一个稻田 带领士兵们种植水稻 解决了一些粮食的问题 建安三年 吕布派高顺攻击刘备 曹操派夏侯敦去支援刘备 但是战败 建安七年 刘表派刘备进攻曹军 曹操命夏侯敦去抵御 两军对峙于伯望破 刘备稍赢 刘备退 夏侯敦不听李典的劝告 率军追击 最后中了刘备的埋伏 幸好有李典的救援 建安二十一年 曹操命夏侯敦攻二十六军 建安二十五年 曹操病逝 曹丕继位 夏侯敦封为大将军 但没多久也病逝了 曹丕穿上素服到叶城东门 为夏侯敦发嗓 可以看出夏侯敦打仗 确实不行 但之所以遇到这么高的礼遇 我觉得主要原因是曹操出身夏侯家 也就是说曹操与夏侯敦与夏侯园相当于兄弟的关系 而且夏侯兄弟很早就跟随曹操了 所以曹操就特别的气动夏侯兄弟 地位自然很高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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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esperando你来回答设